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甚至包括很多的保险代理对费用都不是很了解 有一个流量很高的频道叫做跟我一起来谈钱 频道的主播也谈过保险的费用问题 他大致的意思是说虽然指数性保险能给我们保底的安全感 但是我们还是要支付保险的费用 保险公司也要赚钱对不对 我觉得他说的也没有错 保险公司确实需要赚钱 但是到底这个费用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听一下问题 我对保险的费用一点概念也没有 可不可以先简单说一下保险的费用有哪些种呢 好的 那下面很多就是纯概念的 大家听一下就好了 如果想具体了解 我们可以私下里讨论 很常见的一种费用就叫做premium load 也叫做premium tax 不同保险公司收取的比例不太一样 大概是4%到8%的保金 也就是只有在交纳保金的时候才会收这笔费用 如果停止交了保险金就没有这个费用 比如我们常见的对保险产品配置就是 头10年交保险 10年之后就纯粹靠着保险中的现金价值的增值 来维持保险的稳定 那这种情况下 Premium load这项收费就只存在于头10年 还有一个收费叫做asset charge 首先要说并不是所有保险公司的产品都有asset charge 那asset的意思就是资产 顾名思义这项收费是跟资产挂钩的 也就是说保单中的现金价值越高 这项收费就越高 打比方说一份保单中第五年的现金价值是10万美元 第十年的现金价值是20万美元 现金价值涨了一倍 那相应的这项收费asset charge也要涨一倍 所以说除非你对保险中的现金价值 每年的高利息增长特别有信心 我们尽量避开有这项收费的保险公司 好了下一个我们说一下additional charge 这个收费呢 不同保险公司会有不同的名字 有的叫做per unit charge 还有叫per face charge 这个费用呢只收取10到15年 只是一个短期的费用 另外一个费用叫做policy fee 这是一个很小的费用 每年只有几十块钱 我记得安联公司是每年90美元 差不多吧 下面呢是cost of insurance 它的意思就是纯粹保险的费用 这个费用取决于年龄健康状况是否吸烟 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差 那费用也就越高 而且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费用要高 虽然cost of insurance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 那保险的费用会不会越来越高呢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费用会不会变得非常高呢 甚至连保险都撑不下去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 cost of insurance的单位价格确实是随着投保人的年龄增大而提高的 但是每年cost of insurance总的费用取决于net amount at risk 也就是风险净值就是死亡理赔减去现金价值 所以说虽然投保人年龄增大 但是保险里积累的现金价值抵消了一部分购买保险的费用 我们来打个比方 这里用的是我一个客人的实际保单的实际数字 在他56岁的时候cost of insurance的单位价值是0.0033 当年总的cost of insurance是1541 到了他65岁的时候cost of insurance单位价值是0.006 总的为1278美元 可以发现虽然cost of insurance单位价格提高了近一倍 但是总的收费反而降低了 这是因为56岁的时候 他的death benefit和他的现金价值的差距是46.4 而到了65岁的时候 这个数值的差距缩小到了21万2000 概念不太好理解 可以给我们讲讲具体的例子和实际的数字吗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具体的例子 客人是女性 年纪是40 他的reading是prefer non-tobacco 我们看一下我们设置只头10年交纳保金 我们看一下我可以把这里停住 然后你可以暂停 然后看一下每年的费用是多少 这里是total policy charge 这一排是total policy charge 好的那我们把这个total policy charge再分解开 看看里面有哪些费用 我们看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费用分解开来 那么同样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些费用有premium charge 那么就是这些费用 就是这些费用 然后还有cost of insurance 保险中现金价值的比例是多少 这就是转化为图表之后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横坐标是客人的年龄 纵坐标是百分比 是每年的保险的费用除以当年的保险里的现金价值 我们看在开始几年确实是费用还是挺高的 那么在44岁的时候也就是第三年的时候 他的保险的费用占整个现金价值的6.92% 但是到了50岁的时候 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2%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到81岁的时候 费用只占全部现金价值的0.1%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这次我们选择的保险公司是等级很高 实力很强的大保险公司 而且我们对保险的配置进行了优化 使得保险的收益最大化 费用比例是最低的 并不代表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费用比例 甚至说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配置 也会有不同的费用比例 如果想了解更多具体的情况 欢迎微信跟我直接联系 视频的最后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欢迎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